丰花懒人包来关心 父亲节即将到来 刚好碰上了周末假期 而且国内疫情区换 降为二级警戒 不少餐厅业者看准 这个是降级之后的 第一个大节日 以往桌菜大约要七八千块 甚至上万元 配合防疫 业者除了把用餐的空间拉大 推出梅花座 而且每桌的人数减半 更主打推出 不到四千元的五人套餐 另外还有餐厅推出 只要四人以上享用炖鸡汤 还直接升等到饭店的客房内用餐 一共二十间房间 父亲节当天已经预定而满了 师傅大火快炒 XO酱炒双鲜 摆盘上桌 另外还有清爽的燕鲑鱼沙拉 樱桃鸭搭配松板肉 还有龙虎斑鱼 避风糖炒下 和补气养生的黑蒜鸡汤 这一桌七菜一汤 五人份 不到四千有找 0936的吗 店员忙着电话接不停 目前父亲节档期预约 业者说已经有五六成 因为也是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会主推五六人的套餐 业者配合防疫 除了将用餐空间拉大 隔板梅花座 每桌人数减半外 更主打五人套餐 有别于以往父亲节大餐 一桌动辄八千起跳 甚至上万块 另外因应防疫推出的 父亲节餐点 还有这间餐厅 台湾本土五谷鸡 加上养生的黑蒜头炖煮 餐厅推出增强免疫力的 黑蒜鸡汤 瞄准夫亲节档期 配合防疫 餐厅容量人数降载剩三成 另外餐厅也加码 只要四人以上享用鸡汤 就能够直接升等 公园景观客房用餐 就是比较湿冷的一个空间 然后因为我们实在是有一点担心 父亲节也希望让民众用餐 可以更加的安心 所以我们特别将客房呢 更改成包厢 一共二十间的房间 父亲节当天都已经被预定一空 餐厅业者各出其交抢客 就是希望趁着降级后 第一个假日 要把在疫情期间流失的客人 统统找回来 街角网声线 台中报道